先以說為什麼你最後會拆貨好 因為我還是於心不能做這件事情 說真的就是去作弊啊 去換牌啊 我還是沒辦法 你這樣意思是說 他不是只在這個時間點做 他在過去就是在做這件事了嗎 對 但是一直被我阻止 我不太能理解 不是賺錢了 還是要做這件事就對了 沒有 我是覺得不需要做 他覺得要賺更多 要賺更多 立場非常不一樣 那時候他開桃園場的時候 就已經做這件事 而且差人被兩包 我想問說你有什麼確切的人證 這部分 可以證明說 當初是其實有作假這件事情 當初就是 晚上凌晨兩點嘛 然後就是要找人去抽 於是我就找了我太太 找人去抽的意思我不太懂 就是說已經快 結婚了 然後那天就是他有 錄音謝謝我太太去幫忙抽 然後他會給他車馬費 小慧小慧辛苦你們了 那個 我在跟小雨講說 然後就是他在拿那個車馬費給你們 就是 不好意思麻煩你們 就是 特別 跑來桃園用這個 你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 他找你的太太 去幫忙把這個獎給抽掉 然後 以證明說這個獎開出來了 然後這個人生就是你太太就對了 為什麼那時候你們合作將 發現他做這些行為 你們沒有想說 要去 勸他 我們其實我有認證這麼說過 你有要阻止他做這些 對對對 他那時候開孫之露露的店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說 他不想管 這些夾客 他就要電到死 他就要學爛他們 他就是不想要放福利出來 不想要回饋 他只想要能賺多少算多少 笨版踢爆有否吸一番賞作假 有否吸否認後反控笨版社局 事情經過多日發酵後 笨版金玉魚頻道播出 有否吸前合作夥伴的核彈及爆料 浪費大家很多的新聞版面 我其實很懶得跟他玩下去 直到 一個關鍵人物的出現 有否吸你繼續騙 我看你這次怎麼否認 那我也不多說 我就請關鍵人物出來吧 好那我們現在首先先歡迎 歡迎這一次的最強的爆料者 那這個小雨幫我介紹一下 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你的身分 我叫小雨 然後是那個哈哈哈哈好好笑的前場主 然後這間店是這間跟有否吸一起開的店 了解 所以你們以前的關係是合作關係 合夥人 合夥人 所以關係算蠻密切的 對對 我現在講說他有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認為說我現在看對立的 但你們以前是工作夥伴 所以我相信你講的話可以說服很多 現在目前在台面上看這件事的人 那我先問一下 你們那時候合作的時間長度 差不多從疫情到結束 差不多兩年快三年 當初我們是開一個很小間的娃娃機店 然後他就找我說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打台 又把佛西稱為偶像 他超喜歡他 那時候我有小孩13歲 也是看他打台喜歡他 然後他就來我們店裡打台 然後打一打就說 他可不可以做公關台拍片 那時候我根本不懂什麼叫拍片 什麼叫YT 我都不知道 於是就開始合作 那合作的第一階段非常的成功 然後就準備再開第二間店 疫情潛開就是遇到疫情大爆發 我直接切入重點問好了 先以說為什麼你最後會猜負好 因為我還是於心不能做這件事情 說真的就是去作弊啊 去換牌啊 我還是沒辦法 你這樣意思是說 他不是只在這個時間點做 他在過去就是在做這件事了嗎 對 但是一直被我阻止 可是我剛前面你有提到說 你們前面很賺錢 不是嗎 所以開了第二家第三家 第二家第二家 開到第二家去 那你們賺錢的時候 為什麼 我不太能理解 不是賺錢了 還是要做這件事就對了 沒有 我是覺得不需要做 他覺得要賺更多 我們立場非常不一樣 那時候他開桃園場的時候 就已經做這件事 而且差一點被兩包 差一點 對 什麼什麼說差一點被兩包 因為那一天 其實說真的我們拍一支影片 然後就是說 春日會開幕 然後就是說 總共有6萬的獎 現金獎 現金獎 有5張1萬 有6張1萬 還有5張我忘記了 然後就是你有抽到的人 就是打3000送一抽 我懂 我們這個7萬獎金 15號就開跑了 160抽 一個人只限一抽 再跟你們講一次 有6個1萬 6個500 6個200 最後一抽是5千 160抽 你們一面很大 然後抽抽抽 結果哪張那一天生意太好 嗯 快晚版了 然後我突然就 晚版的意思是什麼 不懂 快結束了 80抽抽完 就是上面放著抽签子 快沒了 對對對 啊他 不知道慌了 我算一下 你說上面有幾張 欸160 我記得160 3000塊160 這樣子 50幾萬 那你賺了啊 對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50幾萬你就要抽到6萬塊 你還賺40幾萬 對 我跟他講說 千萬不要做 我說給人家也沒關係 但是他覺得不要 他就不給就對了 就不給 然後他拍影片就拍影片 然後他拍影片前 會先把號碼撕掉 然後我們知道那幾個號碼 但是 因為可以剪接嘛 我們拍影片 他說你隨便講個號碼 但是 已經都set好了 然後 然後我們今天的抽獎 我不知道抽多少錢 但是我在後面拿一張 來看好後面的數字喔 各位記好 我跟你講 只要我有幫你按愛心 我就把這一張送給你們 你們自己打開對獎 對到的話 一樣 視訊小雨的IG 所以你們在抽我當下 不是用 Live 就不用直播 是 不是不是 剪輯過後的影片 對 剪輯過後的影片 我們說 他說 那現在抽 我們只有想講號碼 我就隨便亂講 但是都知道這個號碼 我懂 對 這也是一個他在做假籤的模式 對 那我現在先問一個問題 我們先講人證好了 因為你個人可能跟他過去有什麼糾紛 我們也不清楚 所以有可能他會跳出來說 你抹黑他怎樣 我想問說 你有什麼確切的人證 這部分 可以證明說 當初是其實有做假這件事情 有 我有人證 有文字 什麼都 所謂的人證是 至於 就 當初就是 凌晨兩點嘛 然後就是 要找人去 抽 於是我就找了 我太太 找人去抽的意思 我不太懂 就是說 已經快 結婚了 你意思是說 就是又是一樣 就是抽 錢又快抽完了 對 就是 當你懂一天的事情 然後那天就是 他有 錄音 謝謝我太太去幫忙抽 然後他會給他車馬費 小慧小慧 辛苦你們了 那個 我在跟小雨講說 就是 在拿那個 車馬費給你們 就是 不好意思麻煩你們 就是 特別 跑來桃園用這個 你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 他找你的太太 對 去幫忙把這個獎給抽掉 對對對 然後 以證明說這個獎開出來了 對 然後這個人生就是你太太就對 我太太 我兒子 還有一個朋友 這麼多人 就一起把這些東西弄掉 因為 不肯我們三個人抽掉 一定要找外人來做這件事 所以這些人都是你身邊的人 對 你敢這樣說 我相信觀眾也看得出來就是 他不是隨便舉一個 路人來講 你是自己的老婆小孩 因為我相信 他今天能站出來是一個最大的鐵證 所以他講這些話 我能 能去相信他就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會拿自己小孩 跟老婆開玩笑 這件事情爆發到現在 在拍片 今天是應該第五天了吧 只有受害者來找我過 我沒有遇到 有人跟我講說 我花五百塊 花一些塊在 有否希先生身上 就抽到大獎 沒有過 你知道我怎麼能這樣子嗎 為什麼 來舉個例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抽這個 你看喔 你知道這是多少 01跟44嘛 好吧 假如我們已經 你抽到剩最後的 現在就是說他們的手法對不對 我們剩這幾張 那你先抽個五張 我先抽五張嗎 這五張你先抽五張 對我抽五張張 對你就拿 你就拿 我抽五張 不好意思 我要數一下這有幾張 好 我要數一下 好來等一下 1 2 3 4 沒錯 5張這你的 這多一張 多一張 所以現在是01中跟044中iPad 最後的10張 這54啊 沒錯 10號啊 對 10號中了 恭喜中獎 我中了 最後我看 所以這個10號是剛才你刻意放給我的 那 不是啊 可是這我10次開來照號碼 你怎麼知道號碼 不是說這都亂碼嗎 我現在有一副全新的給你看 好 那 這樣子也有辦法知道說 這裡面的號碼是什麼 有辦法 我指定 你可以跟我講號碼 好可以可以 好 我指定這一張好了 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是 20 24號 這張是24號 這張咧 你喜歡對抽 20號 因為這樣比較亂 所以我現在可以直接打開來看 可以可以 我看我看沒關係 來看一下 我自己肉眼看 我是沒有看到有任何 任何的 問題 你剛才說幾號跟幾號 20跟24 20跟24 這張24號 這個是24號 20號 對吧 剛才說20嘛 20跟24 但我這樣就不理解 因為這千都封著 你們怎麼知道裡面是幾號 因為我可以請這家工廠第一個量 我請1000號 好 我錢幫我排 排一頁上 排你要數字都可以 所以他本人就知道 裡面的號碼是什麼 所以他有辦法說 把這個號碼先收起來 對 收起來之後 等到他想要放的時候再放 所以那時候他跟你們在做的時候 也是都死不給他中 就是我們自己人中 你能站出來其實已經很棒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 你跟他在這段時間內 摸良心說 你們這樣做這件事情做多久 大概 差不多 兩年多左右 你陪伴他這樣做兩年多 其實我良心一直真的很不安 我說真的 真的 我真的要跟大家 真的深深的說一個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兩年真的蠻長的說實在 因為你說兩個月半年 我覺得是可以 大家可以接受跟原諒一個 就是迷惘 做錯事情 兩年是真的嗎 我現在不會要求你做什麼 但我會希望說 假如說你這兩年你賺到一百萬 我希望你拿這一百萬 去做些好事情 好我真心 我這兩年幾乎都把 你 讓給另外一個朋友 就讓給他 因為我知道他很需要 你有跟他這麼約好 沒有 做生意做到錢都不要一直給油佛系 因為我有小孩 我知道那個沒錢的過程 我希望他可以就是 轉正 然後這樣知道其實 不用做這一次也可以賺很多錢 我跟你講 人賺到這種錢的地步 其實他不可能會回頭了 他只會一直下去 我知道你有提到說 因為你有小孩 你小孩又很喜歡油佛系 可是你又看他做這些 你身為一個父親 你不喜歡自己小孩 跟油佛系以後一樣 對 所以你就脫於這件事情 一個我站在旁觀者來看 這兩年的時間 對我來說 是太長 太漫長了 那 我覺得錯就是錯 但是 好在 你現在做一個小小的好事情 能不能彌鼓你過去的播錯 我不知道 至少有社會大眾去判斷 這部影片 你是個很關鍵的人 而這個東西 也相信去讓 有佛系 沒辦法再 否認什麼事情 為什麼那時候 你們合作將發現他做這些行為 你們沒有想說 要去 勸他 我們其實我有認證這麼做過 如果 我當然可以看我可以看他的簡訊 就是你有阻止他做這件事 對對對 他那時候開孫之露露的店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說 他不想管 這些夾克 他就要電到死 他就要血染他們 他就是不想要放福利出來 他不想要回饋 他只想要能賺多少算多少 那你有沒有想過去爆料他之類的 之前有 但是 就是 也是被社會人士 他也是有找社會人士跟你談對不對 那 因為我有家庭 我有小孩 我沒有辦法就是 承受那種 對 他這樣這兩三年 你覺得他到底賺了 這些錢賺了多少 光我之前剛開店的部分 我幾乎 都幾乎 浪力給他 大概可能 三百多 兩三百有 可能 就是在我們原本合作的期間 那段期間就是這樣 那再加上後面這邊那期間 那不是超過兩倍以上 可能會有 對 因為後面我們已經 已經攬不住了 已經沒合作了 好的 哇 聽到這邊其實我是認為說 這個人真的是最無可撤 我說實在 最後你看 你有沒有想要先跟大家說些什麼 就對於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 對於這件事情 然後又看到這麼多悲哀人 其實我真的是 內心很糾結 然後我覺得 真的是做錯了 就是必須出來面對 然後 也謝謝你給我這機會 我先跟你說一件事情 我講一個難聽的事情 我沒辦法 擋住外面的指責 跟眼光 甚至我也說 如果真的有出狀況 你可能也要 負責 法律責任 OK 對 那 我相信這些的條件情況下 已經足以證明 這次的決心 但他今天 跳出來 等於說他要擔這條罪 你這樣站出來 不是這麼輕鬆的事情 你背負的是所有你身邊的人的眼光 以及 社會大眾的指責 最後還有 司法的問題 這些東西我都有跟他講過 他都說沒關係 他願意去扛這一切 這邊我很感謝你 站出來講的這件事情 那感謝你 來參與 謝謝 謝謝 好那以上看完這段影片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就是 這次的 罪證確鑿的程度 我曾經有預告過 我會下一個核彈出來 這個核彈 我就看有否希還有辦法狡辯 他過去的所作所為 反正他否認 現在也 神贏起來 有否希 看到這支影片 希望你自己站出來面對 那我也跟大家說 我自己個人的部分 我也對社會大眾說真抱歉 贊助大家這麼多版面 我能做的事情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我曾經跟 拍伍所聯絡警員聯絡 一次這麼多受害者 就是警方的資源 實在是不夠 所以 我委任了兩個律師 而我知道很多受害者 其實都是學生 也是就是可能 資金沒有那麼充足 這兩個律師 也 算我非常便宜的價格 讓他這兩個律師 去寫訴訟狀子 請調查局的人介入 去地院 案名申告 後面的事情 我就不再去拍影片 為了好像在做流量 而去做這些東西了 讓 該被司法制裁的人去制裁 我能做到的事情 都到現在這邊為止 那你們可能還有很多受害者 陸陸續續可能要站出來 那可能麻煩你們自己個人 去找司法單位 去做處理 順便我也想講一件事情 我知道這個事件 在台灣登上 連續好幾天的 熱門的話題 但是 我只講其中一件 我目前看到這件事情 讓我有點不開心的地方是 很多人覺得為有流量 我相信大家做自媒體 沒有人不是為有流量 我也會 但是我會覺得 我要做正確的事情 而得到流量 而不是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們那些大網紅 一直在蹭 影片的網紅 我也不怕 就是反顧你們 孫生是吧 還用我的影片 就是去翻拍幹嘛 當然很有趣 但我覺得有趣的不是這個影片 有趣的是 就是這支影片的受害者 阿浩 本來是找你們拍攝對吧 你們要流量 但是卻 不去確保他的權益 跟他講說什麼 影片他要自己出資 我相信這個影片的費用 說實在 可能在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但對於我們在拍攝的人來講 10萬塊 8萬塊 5萬塊 其實不多 但是 他就沒有錢 然後你卻要他說 喔 影片 我幫你拍 但是錢你自己出 我會覺得說 所以現在 網紅的要流量的方式是說 我只需要流量 那剩下的事情 交給民眾自己想辦法 如果真的 你今天說你是一番賞的 正義達人 麻煩一下 如果你遇到這種事情 就勇敢跳出來 吧